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网友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梦幻联赛第九赛季的比赛 牛逼对战 Immortus 那么这个是八强赛的第二个场次 这是双方BO3第一场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吧 那么这场比赛一上来 牛逼是搬掉了这个 小精灵老陈和赏金 Immortus这边是搬掉了花仙子 电棍和小拿家 看来对于这个小拿家也是有所防范 那么牛逼在前两手拿出的是萨尔和沙王 搬掉了 四伍手搬掉了拉比克和全能骑士 Immortus前两手是大牛飞机 搬掉帕克和小狗 牛逼在第三手拿出了九仙 大牛加飞机 这个组合也是相当的稳健 Immortus这边 他现在的一个队伍人员也是进行了一个变动 Cure O是离队了 Cure O和Furvive吧 Furvive是好像也走了吧 Furvive是一直就没在 还是后来也走了 我印象不深了 但是这两个人等于都离队了 现在这只Immortus现在的人员也是改了一下 这个R-Y-O-Y-A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呀 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大佬告诉我一下 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比较比较合理 还有这个V-E-L-O 牛逼选择在第四手拿出了剑胜 剑胜9000杀王 加上一手抢到的一个萨尔 牛逼这个阵容来看比较合理吧 到目前来看 因为这几个英雄都属于是 有没有钱 有没有钱的打法 有钱有没有钱的打法 而且前期的对线很强势 萨尔加剑胜这个组合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组合吧 算是 因为萨尔的英雄在前期 不管他是加这个二级的时候加关联别士 还是去加这个动能力场 只要这个技能能够产生他的效果 那么剑胜一个人的输出 可以在前期击杀掉绝大多数的英雄 绝大多数 当然那种天生 天生力智 体质特别好 然后有这种减伤技能的英雄除外 有摩托斯选择是在这个第四手拿出了一个兽王 VLO等于是VLO V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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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什么呢 RYOYA 按日文发音是龙亚 龙亚 龙亚 RYOYA RYO 肉呀 肉 那还是念ROYA吧 我感觉好像顺口一点 龙亚 念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累 上下最后一手的搬人 牛逼搬掉的是狼人 Emmoros在第四手拿出兽王的话 也是针对一下这个牛逼这个阵容 无视磨免 大概有点略多的这个情况 剑胜本身在团战的时候经常会处在一个 不是无视磨免 是磨免单位有点多 剑胜首先自带磨免 九仙的土熊猫也是自带磨免 看看这场比赛在最后一手的一个BP Emmoros现在来看这个阵容 后边能够配的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狮王这个英雄配飞机 可以帮助飞机去弥补 他最欠缺的一个能力 就是打盾 狮王可以很好的帮助自己的队友提升打盾的能力 同时有一个巫医可以提供续航 那么在另外一个大哥位上面的话 狼人算是MP的绝活之一 那整体来说 Emmoros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往物理的方向去走 因为他现在的伤害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飞机大部分时间依靠的是在前期依靠的是魔法伤害以外 那么巫医的大招飞机的装备成型以后的输出 兽王光环的提升 以及大牛的自体光环 先这个 那个叫什么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的一个本体的一个 削弱 基本上都是以物理输出为优先 所以牛逼扳掉狼人呢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还有就是对方这个阵容如果拿到狼人的话 狼人加巫医加兽王去进行一个暴团推进 然后大牛跟在一边随时保护阵型 还是相当强 Emmoros在最后一手扳掉的是帕格纳 拿出了一个黑鸟 在最后一手选择是补了一个这种法系输出 拿出一个法盒 而且这手拿的很快 看来是早有准备 牛逼这个阵容现在目前来看 差的应该是个SCC的英雄 SCC这场比赛 是不是可以考虑打个卡尔呀 想到的就是说这场比赛 我觉得卡尔登场可以接受 拿了个DP DP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吧 卡尔的话这场比赛用来去打对方的大牛 飞机 包括黑鸟这些英雄 都有他不错的一个用法 而且这场比赛比较适合打冰雷卡 冰雷卡的前期 他对于飞机的一个游走能力是很爆炸的 还有就是冰雷卡对于对方兽王带着对手去游走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防范能力 不管是TP支援还是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防范能力 都还是比较不错 而DP这个英雄中规中矩 拿出来的话就肯定是有用 而且牛逼拿出一个 这个DP的话等于是变相的又加强了点前期自己的一个堆线强度 9000这个英雄在面对对方这个飞机的话 对线7应该不会吃太大的亏 9000本身有两个减速技能 而且自身有闪避 飞机想追着洗脸的话 这个操作是不存在的 那么只能是依靠队友给控制 可是这样比赛 它的酱油位控制都不是特别稳定的那种控 控制都是偏向 有观众说这边直播又卡了是吧 好吧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去研究一下 这里先给大家切一下官方视角 我去看一下这个卡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原因 解决一下直播卡顿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一上来呢 是invirtals四个人在上路下路下路下路遭遇了 下路这里是兽王 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尖上 不过两边好像也是都没有特别好的去击杀对方的机会 骚扰对方可能都很困难 这个阵容 嗯 invirtals这个阵容 其实讲道理的说还是蛮凶的 应该说 这里自己家的神服呢 小明在抢上路这里呢就先过来以后要抢一下神服 但是这个地方invirtals还是比较机智的选择 是先给了一个诅咒 这样牛逼是三服开局 开局抢神服方面是赚了一些 赚的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接受 你刚才上来这个大牛是想要去 勾立拨兵 这个地方是勾立拨兵 然后顺便过来逛了一下鸡 没有逛到鸡的话 直接选择是一张TP 回到下路这个兵线上面 利用第一拨这个勾兵 然后让对方的第一拨兵挽到线上 强行进塔 以此来拖到自己的 就拖到第二拨兵过来以后 那么能够让自己比较舒服的吃到经验 也是现在新开发出来的一种 在比赛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 兑现的一个套路 这样的话等于你第一波兵线你是控不住的 因为现在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哪 早期版本是30秒刷野怪 如果在以前的版本没有出现这种打法 是因为30秒刷野怪 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 对方在30秒的时候 把这个第一波野怪拉出来就行了 兵线上来都是利用野怪 把这个兵线也可以控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 但是现在就没这个条件了 独步的巫医选择一级升的一个诅咒 也是过来不断的去去PP的这个九仙 这里九仙还是很凶 看一眼飞机 飞机这时候过来都是直接被甩上了一个酒物呢 KB的这个九仙的日子在上路好像是有点难 这个地方是给了一个穿刺卡师傅的杀王 虎刀方面目前Moggy的这个兼胜还是优势比较大 上路KB不是很虚对方的原因 也是因为自己 这波感觉是要死了 这波KB感觉是要死了 一张TP能来得及回到家里吗 没回去 那么这里被留住应该是要炸死了 应该是要被炸死了 这KB被击杀 不过在他被击杀之前 这个下路坚胜是拿到了大牛的一个一血 这个有点石鸟不及 好说这场比赛这个服务器似乎是有一点卡顿 我这边有点丢包 有点丢包 我去开一下加速器试试看 开一下加速器看看能不能去缓解一下 这里上鬼上一个参次 A一下 A两下 A三下 漂亮 卡师傅这波自己应该也是要死的 诶 这诅咒没有给上吗 这诅咒没给上什么鬼 这临死之前是给了一个诅咒 那这样卡卡还是要死 卡卡这波肯定跑不掉了 这样等于是被对方的V拿到一个人头 但是没有拿到经验 无疑这波 这样 大家给我十秒钟的时间 十秒钟的时间 我去开一下加速器 需要关一下游戏重启 看看下路这波有没有机会动手 小明现在已经三级了 而且留点了 恶劲撇视 地回来 狂住我呢 狮王这波应该是两 合机给上电 合机开转 一个穿测起来 大牛的这个转 大牛这条踩的并不可能打断这个魔给 而且魔给这里在卡位很漂亮 很nice啊 这波再给一个框卡在了这个框里面 还好这波我非常机智的 没有马上退游戏 那么这个下路这波击杀非常的nice 然后我们赶紧给它游戏关掉 重新开一下 用一下加速器 这样咱们可以看得更流畅一点 大家稍微给我一点点的时间 话说游戏虽然是装在了这个SSD的固态硬盘上面 但是这个启动速度感觉还是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啊 有观众问今天打到几点 今天的这个比赛要打到 预计应该是 我觉得啊 我觉得应该是会打到 明天早晨 不出意外的话 坏了 坏了 这就要暂停留息 我再重新开一下 赶紧趁机会 赶紧趁机重新开一下 没有通过那个 没有开那个控制台 没有开控制台 有点尴尬 正好这边游戏暂停了 咱们利用这个时间来搞一下这个事情 OK 大叔要播到明天早晨吗 对啊 是要播到明天早晨呀 只要我扛得住 我就会给大家一直播 只要我的身体扛得住 我的肉体 我的肉体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 我就会努力 现在双方认斗数暂时是一个5比2 从补刀上面来看呢 双方的大哥位补刀差不多 三号位两边过得都很惨 但是相比之下 瘦王要好一点 KP的这个九仙这样比赛 现在确实是惨的有点离谱了 自己来看惨的有点离谱 但是团队经济方面 现在牛逼还是领先的比较多 三幅的开局就让他们领先了足足400块钱 然后再加上拿到了一个一血 然后人头数的领先 补刀上面没有落后 所以现在这个经济方面还是不错 但是等级上九仙确实是有点惨 不过KP这个家伙 他的抗压能力还不错 他不像有的选手在前期抗压了以后 往往中期就开启了这种不停的送的一个情况 KP这个选手在前期崩了以后还可以 他说明早我睡醒了再和你说早安 没问题没问题 我经常会有这个观众 就是睡觉之前就看着我的视频直播 然后睡醒了以后我还在直播 这个情况很常见 非常常见 话说今天到现在为止 这个一个打赏都没有 我也是也是有点厉害 看看萨尔这里递回来 杀王过来给技能 剑胜没过来的话 这两个人是杀不掉这个狩王的 杀王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再多耗点血只能是 但是这两个人的伤害 哎不对 卡师傅这个腐蚀毒 没准还真有希望 看看大牛过来以后 好像还是救不下来 还是救不下来 而且你自己也要死 这大牛什么意思 这大牛啥意思 这杀王这卡师傅已经疯了 这卡师傅明显已经打疯了 卡师傅这里飞斧 青树莲DP也过来了 DP过来的话 这还要打 哎这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大牛 早点给他技能救不了就走呀 这杀王前期有腐蚀毒 炸出来的这个减速很难受的 坚胜这个地方是被踩住了 DP选择直接开大过来了 这里 外面皮试看看留谁 给框开视野 给框开视野 有蓝 蓝是够的 蓝是够的 这里框 给一个视野 小明这个地方 为什么呀 他刚才给个电视的CD 我看见了 给个框开个视野 一颗额颈拼射就出来了 大牛是可以直接杀的 可能还是想再多杀一点人 我怀疑他可能是不是想用 这个额颈拼射 就留着对方受网杀 感觉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捕刀方面目前 剑盛跟飞机两个人都是36个正博 十几个反博 中单两个人也差不了太多 三号位方面也差不多惨 反正两个人 也是现在牛逼没有拉开经济的一个原因 主要三号位这个日子过得还是艰难了一点 卡师傅这个时候来到上路准备去帮忙了 乌依从后排绕过来 应该是想去强杀这个九仙 但是你这波强杀 就只能是把你的飞机葬送在这个地方了 九仙过来以后 看见飞机大手砸下来 这个飞机选择一张TP 没有走掉 大牛这条CT呢 也没有能够成功的留住人 这样DP追上来以后给上一个吸血 这里恶剑别射 留住无依一波成功的一换二 而且换掉了对方的飞机 再加上两个人都是Mogi的坚胜杀的 那么这波坚胜的经济瞬间就跟对方飞机拉开差距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等级上面其实是 寿王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寿王现在已经快六级了 将近五级半的一个经验 而九仙目前的经济 经验只有四级多一点 经济方面飞机 在上一波被击杀以后呢 是被坚胜拉开了点差距 烂一千的一个优势 DP在中路打黑鸟呢 军事这个就算是不错 九仙这波又凉了 相比在Emmortals选择一直怼着KP局杀 说实话一直怼着KP杀 未必是一个好办法 KP他的这个抗压能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凶的 而且KP不是那种烈士了以后容易上头的人 他比较冷静 这个选手 就我烈士了 我该刷我就去刷 该打的时候呢 我该发挥作用就发挥作用 何光将比赛 他是一个九仙啊 这个英雄本身的抗压能力就很强 你就是把九仙压得再崩 他装备再不好 大不了我就是变身跟你打一套 打完了我就 打完了我就跑呗 卡师傅这边过来 穿刺给上DP开大 给上吸血 直接往前追 你这样想回床太天真了 周围没有兵的 周围兵线已经被清光了 不行啊DP大招直接怼到一个人身上不停的输出 这个人肯定是扛不住的 这场游戏到达八分钟的时候 双半人头数来到一个十比四 牛逼现在拿到了十个人头的一个领先优势 以摩托斯这场比赛在下落 狩王这条线上 现在逐渐的开始找回来一些经济上的一个察觉 这里萨尔看到了大牛 先给一个D 框住 这里直接选择TP 但是你这个TP来不及啊 坚胜无敌斩的 这场比赛 Emmorals已经好几次 最少我眼看着有四次是开着TP死的了 应该是 这种开着TP被杀 尤其是在前期特别伤 复活了以后TP也没有CD 然后还必须得买一本出来 还没有能够成功的逃生 这个对于酱油来说简直就是很雪上加霜的一件事 本身就没钱 本身没有钱的情况下 老经常去买TP这个这么贵的一个道具 对于酱油来说真的压力很大 其实 剑胜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发挥的也是相当出色 装备方面第一件装备是香味天鹰 然后出一个单刀 过渡一下 开始做这个狂战火 剑胜先出一个单刀过渡这个选择 应该说没有任何的毛病 因为提升对于剑胜这个英雄来说是相当大的 这个道具 这块是沙王在这个树林边上 而Velo的这个兽王则是在树林里边 两个人就这么挨着 但是谁也看不到谁 兽王这个地方 但是兽王如果从那出来的话 就要被沙王看到了 哎 好像是好像是快要看到了 这里看见了 被沙王看到了 沙王这里直接铺一个沙子 卡什佛这波反应很快 知道现在自己的人数不占优势 马上是铺沙子 直接撤退 这里是一个穿刺 把对方这只猪给杀了 萨尔过来了 三级够年别是留住 留住 要留黑鸟 给上一个电 黑鸟这个地方 看一下身上是有TP的 这里递回来 大牛给上一脚CT踩猪 但是黑鸟把自己给关了 这个关有可能要把自己 还好 还好 这里兽王赶过来 给了一个大 九仙目前还是五级 呃 这波是留不住了 这波没办法 萨尔的一个更金皮 是第一时间用了 牛逼感觉这样比赛 这个九仙的等级 确实吃了比较大的亏 这波如果有KP是六级的话 就是我们不奢望 他这个跟兽王一样 经验那么多 但如果这波是六级的话 这波可能至少能留住两个人 而且很可能连第一下的 第一下的这个杀王都不会死 牛逼这里选择是在DP有大招的情况下 暴团直接来推对方下路一塔 这个一塔没多少血 没多少血不用开打 可以直接A掉 头车来了 这块有个头车 首先这里又暂停留戏 看来这个麦克风好像一直是在出问题 感谢一波大佬打赏 Quintina 非常感谢 有观众说音话不同步 大家都有这个音话不同步的情况吗 这场比赛暂停的次数确实是有点略多 目前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这个Roya的黑鸟的经济稍微有点拖后腿 就是4100 飞机的经济目前跟这个DP差不多 剑胜的经济追不上是正常的 这场比赛Mogi节奏太好了 他到现在为止的补刀数是全场第一 然后呢 手里边还攥着五个人头 一个助攻 他的这个节奏到目前为止是完美的 Mogi这边是开一个棒子 查一个棒子 看看下落这里留住了一个兽王 这个兽王这波被带走了 DP这个大招开起来以后呢 持续时间还有很久 可以顺便耗一耗下落二塔的一个血量 你们两个人不要走这么远吧 这里过来做视野了 小明应该是 做一个视野来提前给自己的队友做一个预警 对方没有人过来防守 但是这波没有兵线了 大牛也赶到了战场 那么ICC应该是可以撤退了 大招结束以后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但是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过来吃一波圣坛 然后开个雾 这个应该是现在对于牛比来说提升最大的一个做法 有卧 过来吃圣坛开卧 没有吃圣坛 这哥俩倒是难够 但是对方一个扫描就扫到人了 这一个扫描扫到人了 KP出来以后看到了独孤的一个乌衣 给上一个减速 小明递回来 拍地板 给框吗 没有给框 省技能了 觉得杀对方一个乌衣不划算 不得不收 Emmorals刚才这个扫描扫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个扫描很关键 中路的一塔被牛逼无损拔掉 那么牛逼现在可以去考虑进到对方中路的一个二塔 因为现在九仙的大招还没有放 杀王现在呢 没有加大 六级选择已经是做出来了一把推推 没有第一时间去出这个跳刀 剑胜现在是三级的一个棒子的 一级的大 满级的转和一级的暴击 DP的大招还有五十多秒 但是这个疯胀应该是已经做出来了 SCC选择在疯胀以后直接去出优盘 我这 你这比赛就是必胜了 对吧 疯胀以后直接出优盘的选手 那这比赛他可赢定了呀 最顶尖的选手的选择 这里黑铁的交一个大卡车夫这里穿色走一波 你别说卡车夫这波有可能死不了 他有可能死不了 他这个推推是加回血的 吃个圣坛 加推推这波他没死 这个真的 这个应该是死不了的 这个 大叔不要奶 哎 我跟你讲 出这么早就 就能看出 能能一出完疯胀 直接奔着永恒之盘去出的这种BP 这就不可能说 递回来递回来递回来 小明的这个技能给的呀 这萨尔这种技能释放就属于是负面教材啊 这个绝对不推荐大家学习 萨尔的技能一定要在确定对方已经有了一定时间的位移以后 再去给这个恶念拼式 或者至少你要确保对方在你 想用恶念拼式把他递回来之前 你要先确保对方一定在这个地方站够了四秒钟 才可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话 直接选择去给对方一个恶念拼式看过来 还不如让他再跑一会儿 你再把他递回来 这样来的划算 这点是希望大家在使用萨尔的英雄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地点 当然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难免会出现 这个是正常的 难免会出现 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拼一下运气的 有的时候可能你因为有一个动作给慢了 那么对方可能支援就到位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拼一下运气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双方都是选择了一波开悟 但是绕的都是对方家里的优势路野区 没有找到人 尖胜手里的狂战斧还差400块钱不到 经济方面坚持目前是8400块钱 15分钟狂战斧快出来了 钱快够了 单刀加狂战 这个经济就相当不错了 那么DP的经济目前是7000 不过Roya的这个黑鸟的经济现在追上来了不少 其实这个Emmortals目前你别看他经济团队落后了4000 但是他其实现在的战斗力比牛逼要强 他的团战战斗力是不落后的 看个萨尔这块有没有视野 有没有视野 DP落地以后山上风胀 九仙上来以后拍地板 DP能不能来得及去用风胀吹自己 吸着血吹一下自己 另外一侧萨尔这个地方被带走 罗尼别是看着一下对方 DP下来以后赶紧开溜 再找机会 他现在大招还没舍得开 九仙一个人开着自己的大招往前顶一顶 自己的队友再找机会 坚胜手里的这个大招现在还在 但是追不上对方 现在就是萨尔唯一一个能留人的人死了 这就是我说现在正面战场一波战斗能力 Motors不输给这个牛逼的 现在是坚胜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 其实坚胜最难受的时候 就是他的大招秒不掉人 然后他的这个转又不能够把自己保护自己出来的这个情况下 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 有机会去做这种生存状 比如冰眼 分人火 这些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做 在这种时候 如果他的转出不来的话 那这个坚胜呢 团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招的作用 这大招结束了就没了 但是说横盘出发的时候 DP大招还有伤害吗 没有了好像 我记忆好像没有了 这一周三 坚胜 开着 这里递回来的一个黑鸟 黑鸟关一下自己 杀光出来以后准备直接给穿刺 中 穿刺中 这个黑鸟的推推已经用过了 只要把黑鸟杀了 这波进攻就不亏 只要杀了黑鸟都不亏 这里炸出来一个减速以后 再给自己一手关 坚胜赶到战场 无敌战直接秒掉乌依 杀了一个穿刺 黑鸟被带走 乌依还买一赠一了一下 那么下路的二塔是被 Emortos的两个人给推掉 中路的二塔被拆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可以选择撤退了 牛逼这边 DP的U盘快出来了 飞机选择是先做了双刀 向位天鹰战鼓双刀 然后再去补BKB 剑圣狂战斧出来了以后 他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又是更近一步 现在这个经济已经奔着11000去了 剑圣这种英雄打飞机这种英雄的时候 他就可以选择出双刀 就可以选择不做分日斧做双刀也行 干嘛糊 怎么了妈妈没跟你没跟你玩啊 iPad没电了是吧 好让妈妈帮你冲上了吗 这要看一下递回来一个兽王 狂犯狂战鼓 小胆高等下大鼓劲 如果兽王被带走以后呢 这个下路一只司机想搞事的 这个兽王又是被带走 这里我去给儿子把iPad冲上电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啊 好回来了 看一下这波中路上高 那大牛的CT三连出来以后呢 应该是全空 既然上在下路带了一会线以后 是赶回到中路 那么这个大牛 大牛这里再吹起来 落地以后呢给上沉默 一个风拳 再给一个诺念骗尸 还想再去踩地板的时候呢 没有踩成功 这里SCJ的这个黄盘 直接解掉自己身上的debuff以后 带着这个SCJ的DP全身而退 中路高地坦的剑上来了以后 也是快要推掉了 这样的话这套比赛打到现在20分钟 那么应该是快要 这套比赛应该是快扛不住了 咱们有没有观众知道就是 DOTA2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改一次 建位应该是他就会一直都存在的 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改完了以后 都要重新设置一遍才行 还有就是包括我在控制台里面设置的 那个顺滑无兵模式 我以前的那个账号就是我设置一次以后 他永远都是记录在这个 就包括云端的数据也是有记录的 就是我在别的地方开电脑都是存在的 这个效果但是我现在这个账号就是包括我的热键 我所有的热键设置你看现在又没了 就是我的热键设置完了以后 然后包括还有我的这个那个命令设置完了以后 他总是会恢复没有了就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很多人都那样是bug什么 今天上呢这场比赛还是选择去出这个分身斧 分身斧其实也没有问题 可以用来解debuff 在现在这个 虚散比较值钱的年代 这个解debuff这个功能确实是 还是比较宝贵的吧 应该说 哼哼哼 中路的高地塔 买活方面目前dp有买 从immorals这边来看的话 买活是只有黑鸟和兽王有买活 飞机没有 这里沙王跳刀穿测 一波技能秒兽王 兽王看这波要不要秒 要不要买 肩上已经是妖怪般杀戮了 大牛这叫ct 踩出了dp 飞机开始自己的高招火爆 打一套 大牛的大招是打中了魔给 但是魔给开始转 没有成了多少伤害 沙王大跳穿三连 想一穿二没有穿到 这里推推很及时 乌一这差一个大招 怼死了兽王 怼死了沙王以后呢 小明是一个大招 吓唬了一下对方的黑鸟 但是还是被黑鸟伤害 直接带走 肩上一个无敌斩上牛 效果一般 开始转往回走 dp的大招因为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证明那场输出 有点不太够 靠着自己的这个黄盘 又是回到了 撤到了对方的高地下面 不过这波上高地 其实损失还是不算小 毕竟死了两个人 虽然是两个臭酿油 那这波依靠着这个 受亡的买活 强行守住了 这路的高地的近战兵 远程兵还是交了 dp目前身上的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也只有一个疯胀 他应该是杀不到人 但是可以依靠这个隐身符 诶 这个 这个 VLO这边应该是 把自己给弄死了 这边肯定是把自己卖了 跑不掉了 已经 杀王这里直接是推推加穿刺 很流畅的一套技能 那么 SCC这里已经是变态杀戮 七杀零死 五助攻 坚胜八杀零死 四助攻 两个大哥到现在为止没死过 全场比赛一直在扛压的就是 九仙 他死了三回 萨尔死了两次 呃 杀王死了三次 坚胜现在手里边是没有大招的 没有大招 但是他在等对方的这个 这里跳过来 打断 先打断一下你的 这里肩上开着转 能不能等到对方出来 这里应该是可以出 等到他出来跳不走 推推走一下 萨尔给一个框 那这波黑鸟 想拼掉 小明的萨尔没有能够成功 这样 萨尔的萨尔的萨尔被带走 那黑鸟死了以后 牛逼可以在中路再退过来 再破一路高地 双方的这个竞技材应该就要被拉开到一段五千加以上 我跟大家说这个永恒之盘这个道具真的要真的要要削弱这个道具太强了 这个道具只要你能够就明白这个道具它有多强你就会非常你就会爱上这个道具的真的 它不光是有一个免死的效果 它加血加蓝 而且它还减少25%的这个封面效果 持续时间 你知道一个力量型英雄要想撑出来25%的抗性 它得加多少力量 这个道具它的加血加蓝的效果就是那两个球的效果 活力球和那个 这块 就是活力球跟这个能量球这两个道具的一个效果 250血250蓝 然后就是只有一个配方的钱 一个配方1350块钱给你带来的是一次免死 一次免费的解debug 然后debuff 然后还给你一次还给你25%的一个魔抗 你知道拿着1300块钱 但力量型英雄想怼这个魔抗出来是根本不可能怼得出来的 这个道具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一个装备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是追求秒杀 然后它能免死 追求秒杀的年代 它让你免死 你这多宝贵的一个属性 尤其是对于那种持续伤害的英雄 就是这2.5秒 我损失了就损失了 无所谓 不是很心疼 杀王跳刀穿刺 萨尔框娜给上 黑鸟这边被留住 首先变身大牛一脚CT出来以后 这个黑鸟关自己也拖一点时间 大牛CT三连打一套 黑鸟出来以后跳刀走一下 但是这关被一个石头甩脸 剑胜上去一刀 然后再过来追一下你的乌依 这个乌依这个地方剑胜 乌依是被绕开了一下 开一下沙王大跳穿 三连出来以后 飞机是开着BKB 直接把卡师傅的沙王带走 但问题在于你后排崩了 后排崩了 DP这边已经兵甲了 飞机的BKB结束 那么剑胜是用刷的跳刀还在CD 不过不用着急 直接过来推你的基地就行了 剑胜手里还无敌斩呢 先清一下兵 先清一下兵 兵线没了 可以找就无敌斩了 挑刀马上好 但是对方已经选择回拳卷了 这样子直接把棒子一开 DP大招一开 那么下路的到底应该可以 非常怕的湿热就拆了 你这现在谁上来谁死啊 谁上来谁还剑胜一斩 飞机原地甩一个大招 剑胜开转追进泉水 带走飞机 飞机这波没有买活 黑鸟可以买 但是黑鸟买了没用 DP又是靠着自己的黄盘 把自己身上debuff解掉 回到这个下路接着拆 大牛过来给了一个先祖之魂 想要去踩的时候 是直接被一帮人挤火 往回撤的过程当中被追死 黑鸟复活 过来留一下九仙 但是下路的这个高级建筑物 已经是被带保了 九仙这里给上一个九物 这里大推推 推一下剑上 剑上直接跳刀上来 这里给上沉默以后 黑鸟 黑鸟放不出来技能 无疑差一个大招 剑上直接开着转 身上顶着这个诅咒 也不是很虚 DP出来以后 再想给技能的时候 对方黑鸟选择是一个跳刀开溜 而下路的这个近战兵 也快被带走了 这里萨尔是一个框大 留住了一个乌烟 然后围光P方抬自己 然后风上吹起来 对方的一个 这个黑鸟 黑鸟过来以后 被恶劍批尸看回去了 虽然说是被吹风吹起来 但是吹风并不能解掉 这个恶劍批尸的一个效果 这不是你们刚老说我日常吹黄弹的 这个道具他真的厉害呀 他不是我吹的呀 看下萨尔这里也围光P方 抬自己一手 但是被对方撒了一把粉 这样剑胜这拨打盾的计划失败 两万的经济差 看看ICC的大招还差一点 但是ICC的黄盘CD已经赚好了 BKB也做出来了 剑胜的蝴蝶出来了以后 现在是跳刀蝴蝶分身斧 狂战斧加上一个相位天鹰 那无敌斩的CD已经赚好 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 这个双大招甩了 双大招甩了 剑胜可以上了 剑胜现在开始转进去就行 现在剑胜开始转 没有人能管 没有人能管 这里九仙上去 先去吸收一波火力 剑胜开始转 顶掉对方所有的技能 吹起来一个黑鸟以后 沙王这里身上也是挂了一颗黄盘 顶掉对方最高的一波爆发 看看九仙 九仙这波是死了 哎呦 这波团战接的有点 有点僵啊 这里黄盘加BKB 开出来 肩胜大招穿三连 刘柱带走 带走收王以后 开一下黑鸟回身一个大招 击杀掉了沙王 但是剑胜过来 无敌斩斩死大牛 DP还在接着追 这里吹风 留住对方黑鸟 落地以后 哎这个乒乓球 这个乒乓球 剑胜过来跳刀 给一刀剑射 不让你用跳刀 跳刀进入CD 九仙再想留的时候 对方这个跳刀CD赚好了 那剑胜直接跟DP两个人 再把兵线清一清 回头接着打入山 稳 就是稳 然后剑胜回来接着打盾 有回碟的话 这个物理输出是足够高的 经济方面团内经济领先了两万多 两万的剑胜 一万八的DP 也推方是一万五的飞机 和一万二的黑鸟 这个差距现在确实是有一点点略大 所以我跟你说 就是现在谁先出 先学会出黄盘这个道具 谁谁就能赢比赛 我跟你讲 黄盘这个道具现在真的厉害 我不是日常推胶的 你知道吗 这个道具真的强 尤其是那种上军卖命的那种三号位 谁用谁知道 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道具特别特别适合职业比赛 你知道一个 你知道就尤其是什么呀 尤其是黑鸟这种英雄 你知道一个神装黑鸟 看见对方身上有一个 有有一个永恒之牌 你知道他有多绝望 真的 这不是我说的 就大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你拿着一个神装黑鸟 你感觉我逮谁秒谁 然后对面人手一个永恒之牌 你就知道这个道具有多惹人了 先生这边把对方这个塔推掉以后接着追 手里边现在是攥着无敌斩的 所以这个大牛这个影子也没有对他做更多的一个其他的事情 开地板直接无敌斩上来 我先把你大牛杀了 大牛只要一死其他人都好说 追着又一个暴击 天命暴击直接秒掉乌烟 再开始追这个兽王 兽王这个时候手里有大但是没用啊 黑鸟这里被框大留住以后呢 也是直接打出了GG 这样啊 恭喜牛逼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基本上是暴打 基本上就是一波暴打 这样的话这档比赛结束 33比13的人头受了3万的经济里面优势 31分钟的游戏 这档比赛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结束比赛 就是因为黄盘出的好 黄盘出的好 好了那么这档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桑老大叔 那么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一波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打场支持一波 打场支持一波这个视频的制作和比赛直播的解说 如果大家这个没有时间看直播的话 那么YouTube Twitch YouTube 还有 优酷 还有B站 三个平台都有我自己直传的视频 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三个平台上搜索三号大叔 就可以找到我的视频 好了 感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